哈喽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是怎么用PowerPoint当成Illustrator来用 做出自己想要的字体型logo 这是我粉丝专业新的logo 主要是两块地方组合一个叫字体一个叫外框 我们先做字体 为了帮助各位这个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字型 全部都先用白色背景用黑色的 选出你一个人自己想要的字型 我这次用的是我买的全真叠黑体 然后把它变成邪体会变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建议大家加入一个的矩形 把你的字全部照起来 好他放在被矩形放在背后 然后呢 这一个 用布尔运算图形格式里面的交集 按下去之后会变成 一样会恢复交集吗所以他上面就是一个有 这是这样交集的部分 那这个就从字变成图了 变成图案了 好图案之后呢这个有上面 可不发现这边是 有有斜的 我想把它切得平平的 你就再加入一个矩形 然后一样到图形格式合并图案里面的剪去 就把它剪掉 变成平的 然后把字放大 接下来我希望把中间这边给挖空 因为要另外做一个箭头出来 那我就加一个平行之边形 一样用减去 就把它挖空掉了 接下来加入这几个图案 举行举行 然后只是这边可以用 按 右键用编辑端点 然后再加入一个三角形 这三角形主要是为了要画这两条 举行 因为这边我想把它切一个线条出来 好那我们一样先按减去 先点字 再按这两个举行 按住Ctrl的状况 先点字再按两个举行 然后按紧去 就变成这样子 就会切掉 接下来 一样先点字 再按这三个图案 然后按连击 连击了之后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样有就做 基本上就做完了 接下把它加上 外框 外框到图形格式 图案外框 随便挑一个你想要的颜色 按下去之后 有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也 也的部分 这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这边我先加一个三角形 然后把它用连击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 那个三角形呢 做出一大一小 把它放回来 算好距离 放回来之后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东西叫减去 就把它挖空 什么叫挖空呢 你看 放一个色块在后面 它就变成它中间是空的 其实它可以看到前面 后面的颜色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外框 外框呢 你先画一个矩形 放在最后面 接下来就像 擦油漆的时候你会铺报纸 或者会贴胶带 喷漆的时候贴胶带 我们先把胶带贴下来 这是矩形来把它设定成半透明 就是这些地方一定要保留下来 让它有一个 这个 规则 一定要保留下来 这样看起来比较整齐一点 接下来用减去的方式插入图案把外面那个不要的地方都把它 删除掉像雕刻要把它砍掉 可是这有没有发现 这边会有三个地方会有 这个尖角 尖角这边呢怎么做呢 一样先贴胶带 然后 先按白大的 再按这三个 Ctrl按住的东西 先按大的再按这三个胶带 接下来用这个东西叫减去 把它先切掉 那我们要把它做圆弧角 怎么做呢 我们先用野这个圆弧角 他的屁股那边呢 我们先 加一个矩形 然后呢这是用布尔运算的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分割 这样就会把它切掉 把它切掉 把这个呢 复制起来 然后呢回到原来的图片上面 然后按 把它贴上去 接下来呢 你按连击 这三个脚 这三个脚都同样的步骤 然后把它按连击出来之后 就会变这个样子 这样子你的图 你的logo 就做完了 很简单吧 是不是很轻松就上手了 好今天就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